而民進黨立委趙天麟因為婚外情 宣布退出立委選戰 各方也關注綠營這邊會由誰來接棒呢 現在建議提名高雄市議員黃捷 最快下週二開會推舉 出席資本市場論壇副總統萊青德 提出願景要推進台灣經濟發展 我認為最大的挑戰是 台灣的投資標的應該要持續增加 讓金融市場或是資本市場的資金 可以發揮更大的功能 變化局勢中要克服挑戰 而現在也在充選舉要解決的 還有民進黨立委趙天麟退選後的立委席次 誰接替 南高平提名策略小組成員達成共識 建議提名高雄市議員黃捷 推薦黃捷來被徵召參與高雄市第六選區的 這一個立委選戰 因為這一席太重要 一次對外把這重要的一席 高雄市第六選區把它守住 考量到國會重要性高雄發展 跟重視年輕世代 黃捷知名度高是極戰力 能帶動全國話題拉抬選戰熱度 我的態度一直都是要尊重黨中央的安排 那我相信所有的戰士 都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 就是這個時候該戰就要戰 黃捷接棒上陣 預計下週三中指會通過提名 而不分區立委推薦名單 這次有望將體育界人士列入名單當中 包含網球國手盧彥勳 以及職棒裁判劉伯軍都有被推薦 副總統不分區的名單會納入體育人士嗎 努力區有在這個名單當中嗎 拉金德沒有多做回應 部分區名單最晚11月15號的中指會通過 如何推出亮眼人選 也攸關國會能否順利過半 記者綜合報導